市长张三振也亲自出席 桃园市国际蓝星交流协会捐赠 桃园市国中女生生理用品活动 并感谢蓝星交流协会的爱心捐赠 给桃园市五十九所公立国中 以及经济弱势的家庭 给予他们最贴心的关怀 捐了快两万包的卫生棉 给我们桃园五十九所国中 和一些弱势家庭 让我们这些国中的女同学 如果在生理期 感觉到因为卫生用品的不够 有焦虑的话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捐赠 能够免除她的焦虑 让她更有自信心 进而可以让她在学习上面 也更有效率 我觉得看起来只是送一些 卫生的耗材 实际上是展现我们蓝星协会 对我们国中女生 还有弱势家庭女性的关怀 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 展现出我们蓝星协会 其实是一个非常充满爱心的协会 张善正也说 陶温是国际蓝星交流协会的捐赠 看是简单的生理用品 正提供了最需要被协助的孩子 在最需要被关注的时间 最为适当的用品 使若是家庭和在校 急需使用生理用品的女生 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顾与关怀 非常感谢国际蓝星交流协会 在三八妇女节的这一天呢 捐赠我们国中女性的 这个女生的生理用品 那我觉得呢 我们对于学校的一些 弱势的孩子来讲 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月的 这个生理用品的支出 还是蛮多的 所以都对弱势的孩子来讲 对他们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 那我们可能也会把一些 生理用品呢 就是放在我们的健康中心 那学生如果说临时 有一些需求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直接到 健康中心去领取 对他们来讲呢 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也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致力希望能够 这个性别平权 然后所以这一次呢 发起这个 终结月经贫穷的活动 其实本来是希望在去年就做 因为六都的其他县市呢 都已经有在执行 那但是因为去年 正好碰到选举 所以我们把这个活动 延到今年来举办 就是不希望模糊焦点 那重点是希望能够 让孩子们在学校呢 能够无忧无虑的学习 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 这个秉除掉这个月经 这个带来的这个不适 或者是这个名词上的 一个羞愧 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落实 从孩子从小一起做起 台湾市国际栏新交流协会表示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邀请更多散心人士 共同意诸支援 将活动延伸到国小高年级 让月经贫穷 一直在台湾消失 记者东云飞市府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